上一集我們說到 我在那個死人的枕頭邊好像摸到一些類似觸感的東西 而就是這個時候 我一下子被一個神秘的力量扯進棺裡 我覺得我自己真是很黑仔的 任何的事情如果沒有我的話 說不定就會平平安安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我一旦參與下來的話 就立刻會變成樣子 比如說這具屍體本來應該安安分分地躺在棺材裡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 這些人本來將棺材不斷傾斜一下 將那些屍翼全部倒出來 然後再慢慢找他自己要找的東西一定就找到 而他們偏偏就要逼我去找 好吧我陳二蛋是什麼人? 我陳二蛋就是一個衰運前身的人 身負十八劫的 你到此當初曾經也斷然過我 沒辦法過到十八歲 我是一個霉運前身的人 你們居然這麼放心 叫我過來找個魔簡 好了我剛剛找到個類似魔簡的東西的時候 就被一隻手拖進來 整個人就被拖進棺材的液體裡 我感覺到我的腳似乎被黑蒲人拉了一下 不過這一邊拉的力度就不太強 而那個神秘的人物根本上就不理那麼多 將我拖進去 到最後我感覺到我自己被所有的這些官藝全部浸蓋了 這一瞬間我的身體覺得很沉重 寒冷在一瞬間已經侵襲到我的身體 我拼命地掙扎 但又發現好像有無數的力度在我四面八方湧過來 將我的身體緊緊地包裹著 令我根本上掙扎不動 那些官藝開始從我全身的毛孔裡慢慢滲入 似乎我跟他有一種交流 整個人的熱度一下子就開始流逝 一點一點的那些冷感融入了我體內 這個過程怎麼說好呢? 有點像那種換血的過程 在經過初步驚慌之後我突然發現了一件事 在這種有些黑色和綠色雜跡的官藝當中 我竟然可以呼吸 雖然液體依然順著我的鼻腔流進去 但它並沒有續刺到我 反而是將剛才在浴窩池裡 好像火燒一樣的肺部 慢慢舒展開來 我自然地張開眼 看見我沉浸在內官的官邸 而那具被籌報包著的屍體正和我交代在一起 這個時候我的身體得到最大的恢復 但我仍然被這種詭異的情形嚇到半死 我打算再次反抗 結果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 幾次翻轉之後 我又被對方壓在底下 盧樹會那群人在外面想起要打棺材 古時候就有司馬崗砰爛的崗救人 現在的老鼠會 它就砰爛的棺材令到官翼流出來 不過不是為了救我 而是為了拿裡面的那件東西 那些棺材水流出來之後 我和那些屍體一起流出來 我滑在地上的時候 覺得頭很暈 掙扎著坐起來 發現原來纏繞在我身上的 令我無法爭脫的這件事 竟然是一觸一觸的黑色長髮 這些長髮纏繞著我四肢 在謊亂當中 又打了很多的力量 我根本沒有辦法自己解開 我左右看了一下 向著旁邊的光頭大隻佬就黑球著說 喂 大佬 這頭髮很估計 幫忙割斷一下他 那個光頭大隻佬一面嫌棄地看著我 不過徵求旁邊的馬領導的同意之後 他還說拔出了在我身上繳鑊的小寶劍 將頭髮挑起來割斷 這些頭髮的韌性很厲害 就算是像小寶劍那麼鋒利 要完全割斷他也有麻煩 光頭大隻佬勉強把我雙手解開了 然後他又被馬領導叫了過去 我一邊割腳下面的頭髮 一邊轉身去看 只見這個內觀在上面掉下來 而這個屍體也被放在地上 馬領導叫那個大隻佬過去 是想把籌報先解開 我現在被砍在一邊 除了拿著槍的死矮仔還警戒著我之外 我可以說是幾乎無人看管 於是我不動聲色地 將剛才在枕頭下拿出來的那卷東西 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服裡 這件事我猜是他們要的魔鏡 它不是很大 所以在這個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偷偷地放進我的懷裡 也沒有人注意到我 所有人都開始在地上搜索這些官藝流出來的東西 而馬領導就叫光頭莊漢把屍體上面的籌報全部割開 黑盆在旁邊點了兩盞油燈 一盞放在頭頂 一盞就放在庫浪 那些火焰飄飄著在動動著 好像隨時都要關燈似的 而先前在這個棺材的四邊有四盞陰陽燈 這個時候早已經被那些棺材翼全部嬌滅了 時間緊迫 光頭大隻佬落手也不分輕重了 他橫七樹八地戒了幾多 那句纏越了幾十件衣服的屍體暴露在我們眼前 這個屍體是一個肥肥白白的矮仔 銅顏鶴髮身高一米六左右 頭髮很長 無論是肌肉還是面容 狀態都像常人一樣 只不過臉色是有點發青 黑蒲人站在旁邊打涼一下 確認了這個人的身份之後 輕輕地嘆一口氣說 唉 任你生前還畫萬里 死後都不過一堆難肉 嘿嘿 廢煌的時候的你 有沒有想過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被這幾個後輩拖出棺材 布施於地下 如果你知道的話 是不是後悔當初這麼張揚 嘿嘿嘿 倒不如當初平平凡凡地霸出一堆黃土算吧 這傢伙還有時間在嘆息 不過旁邊的人就急了 大聲地叫著說 沒事啊 沒找到你要那樣東西啊 那個黑蒲人先前很急 而見到這個利倉的屍體之後 他就淡定了下來 他好平淡地說 你們先收受其他東西 那樣東西我自然會有分數 那樣之後他揮揮手 叫其他人都離開 而自己就在懷裡摸了一個瓷瓶出來 輕輕地燉了白灰在屍體上面 奇蹟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屍體竟然在幾秒鐘之內 迅速地軟化瓦解 一陣陣的龍煙升起 不用一會兒 整具屍體就剩下一個疲囊 而這個疲囊就在一堆龍液裡 不停地冒著氣泡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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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做完這件事之後 那黑暴人轉過身來 看著我 平靜地說 小兄弟 我無紋樣做事向你公道 你這條命是我叫他們留下的 他們幾次都說要殺你滅口 然後虧憤 都是我阻止了 這一點你應該知道的 那你現在是否應該 頭頭報你報答一下我呢 黑暴人在這班人裡地位算最高 如果他開口說不定我真的不用死 我聽他這麼說 馬上接著說 你老人家有什麼吩咐 只要放我馬的話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黑暴人見到我這麼會做 指著我心口說 既然如此 這樣就最好 你把那個臨仙為賊的肉簡 拿出來交給我呢 他這句說話一出口 旁邊在收拾的人全部都停下來 你轉過來看著我 被這麼多人圍觀 特別是那支槍又是指著我 我心裡不甘有些歉 我知道我剛才的小動作 被黑暴人全部看在眼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難逃一死的 我現在就欲隨針反上 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只能夠見一步走一步 於是我笑著這麼說 真是不好意思 我突然又貪心起來 大家不要見怪 不要見怪 我一邊笑 一邊把那件事在懷裡扔出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右手上 這件事我雖然不拿著 但我真的沒見過 於是我倒下頭也看看 這件鑽上好像一個雷章棍那麼大小的棍子 表面上很光滑 好像玉一樣 上面寫著很多細小的文字 盡頭那裡似乎還有一個機關 可以將它拆解成為一個卷書 看著這件事 黑暴人一直平靜如水的眼 突然放出光芒來 他激動伸出手來 給我!給我! 這件事也不知道有什麼魔力 在場所有人的呼吸都沉重了幾分 我將這育腱 右手交到左手 在棺材黏著的那些棺液 在我左右交換之間 拉出了一條黑色的絲 黑暴人來得遠 而旁邊的肥佬老雲 就怕死我會掉爛這件事 於是就迫上前來 伸手向我拿 在我進入這個道墓洞裡 一開始就給人一種感覺 是一種人速無害的形象 好像他們隨時會捉死我 其實這些都是假象 因為最早交手的是老鼠會裡頭目馬領導 換了大哥的話 結果肯定不一樣 這個肥佬雖然是九驚江湖 他之前一直用一枝槍 用短刀來對著我 所以我當時就只能夠認契弟 但這個時候 如果我再在這裡扮契弟的話 那落到王泉路上 我真是一條契弟 一看這個肥佬是道墓裡的行家 他整身的肥肉 應該就不是一個擅長近身搏鬥的高手 雖然說 不一定說所有的肥佬都不是高手 但是高手的人的肥肉都很硬 而且練起來之後 他的身體就像龜河一樣 打都打不進 但是這個肥佬走起來就整身聚肉 整個水桶這樣朗來朗去的 所以我可以斷定他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沒有人想到剛剛一個又被踢又被打的人 突然會奮起反抗 這個肥佬只是伸手過來腰的時候 我突然間一腳坐身 很迅速地把肥佬弄魂的手向後面咬 緊接著我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緊緊地卡住他的喉嚨 這個就是當初我在無生訓練學校裡練就的殺招 而我手指的壓力只要我一用力 這個肥佬的喉結就會被我捏碎 我立刻就可以拿他的命 一招制服了這個肥佬弄魂之後 我立刻向下縮身 躲在肥大的身體後面 大聲說 全部向後退下 誰敢輕舉妄動我就弄死這個肥佬他 這種變故令其他人都很意外 手裡有槍的矮仔張頂有點猶豫了 而旁邊的黑蠔人大聲說 蠢菜開槍啦 這個人一喝 我們所有人的耳裡都突然說一聲 我心裡一跳 感覺到這句說話裡 竟然有一種迷惑人的心理暗示 果然拿著槍的矮仔雙眼變得紅了 竟然毫不猶豫抬下槍雞 我心裡大喊不妙了 而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傷口竟然向上方撩起了 而矮仔的胸口 突然多了一隻血淋淋的右手手掌 好了 到底誰在這個時候出手呢? 我們下集再說 然後 谢谢观看